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的预测数据显示,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营收渴望回升至6302亿美元,同比增长20%。 其中,记忆体晶片市场的增长最强劲,增幅将高达52.5%。数据中心晶片其次,同比增长45.4%。 在IDC举办的全球半导体2024市场展望在线研讨会上,IDC全球半导体研究集团副总裁Mario Marnellis表示,半导体市场产能利用率正逐步改善。 2023年底,长期库存调整结束,关键需求恢复稳定平衡供应。 Mario Marnellis指出,2023年,全球半导体营收为5251亿美元,同比减少了12.1%,随着产业库存调整问题消除,及记忆体市场复苏。 2024年,全球半导体营收有望回升至6302亿美元,同比增长20%,2025年将再增长14.4%。 Mario Marnellis说,人工智慧AI设备,运算基础设施,汽车,高频宽记忆体HBM和小晶片ChipNet的驱动下,2029年,全球半导体营收有望逼近1兆美元的规模。 2032年,将增长至超过1兆美元。 不过,荷兰工会FNV3月中上旬表示,晶片制造商恩智浦NXP的荷兰员工,于3月中旬举行罢工,要求加薪。 FNV表示,恩智浦位于荷兰东部奈梅亨工厂的工人将举行24小时的罢工。 如果恩智浦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,其他工厂也可能会采取类似行动。 FNV称,恩智浦员工要求加薪9%并发放奖金,而公司只提供2.5%的加薪。 据悉,恩智浦为制造商提供汽车、制造、电信和物联网IoT等行业使用的高速数位处理所需的晶片和其他技术。 该公司2023年第四季度收入为34.2亿美元,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34.0亿美元。 其中,汽车消费领域第四季度增长5%,占恩智浦2023年总收入的56%。 恩智浦预计,2024年第一季度调整后,每股利润在2.97美元至3.38美元之间。 根据LSEG数据,该区间的终点高于三位分析师3.15美元的共识预期。 然而,由于电动汽车和中国电子市场的疲软,恩智浦的收入预测为31.3亿美元,低于预期的31.6亿美元。 恩智浦总裁监,CEO Kurt Sievers表示,他们正在通过管理他们的控制范围来实现软着陆,特别是限制向客户过度发货。 另据路透社等拜媒报道,全球曝光机巨头,荷兰ASML正计划将公司搬离荷兰。 消息还称,ASML已向荷兰政府提出了议响,表示将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扩张或迁移,欧盟某其他国家是选择之一。 报道称,ASML考虑撤出荷兰的主要原因是荷兰国内的反移民政策。 资料显示,去年11月,荷兰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威尔德斯·Girt Wilders领导的自由党PVV在荷兰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,在众议院150个席位中获得37席。 这也意味着威尔德斯有望成为下一任荷兰首相。 威尔德斯此前曾多次表示,若其执政将会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遏制移民,采取包括遏制海外留学生数量,减少外籍人士的税收减免等措施。 据了解,未来移民政策可能将发生的巨大变化,也引发了ASML的极大关注和不满。 因为,ASML位于荷兰的2.3万名员工当中,非荷兰籍员工占比高达约40%,并且留在荷兰就业的海外留学生是该ASML的主要人才来源之一。 去年9月,ASML执行长Peter Wynink接受荷兰新闻电视界采访时,强调了知识移民的必要性,并警告孤立中国的经济后果。 Peter Wynink认为,排除知识移民和美国施加的出口限制可能会削弱荷兰。 Peter Wynink对知识移民的立场很明确,他们对荷兰经济不可或缺。 他指出,知识移民为经济做出贡献并纳税。ASML公司的员工来自多达124个国家,其中许多人来自印度、土耳其、比利时和葡萄牙。 然而,ASML的执行长并不是唯一一个强调知识移民重要性的人。 经合组织建议,如果荷兰想要保持经济增长,针对移民工人的规则必须变得更加灵活。 荷兰多个行业的技术工人日益短缺,所需数量将超过欧盟工人。 Peter Wenningk还批评了荷兰大学使用荷兰语教学的想法。 他指出,科技行业是用英语运作的。 因此,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将有助于营造更具包容性的教育环境, 并增加荷兰大学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。 荷兰的教育体系在吸引知识移民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书籍显示,来到荷兰的非欧盟知识移民数量从2016年的320个到2022年已增长到1860个。 这一增长的部分原因在于荷兰提供的安全和丰富的就业机会。 显然,对于ASML来说,荷兰未来的激进的反移民政策将会阻碍该公司的发展。 另外,在美国的施压之下,荷兰政府的持续妥协,导致ASML的利益受损,可能也是一个方面的因素。 去年9月,荷兰政府在美国的要求之下,出台了新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政策, 限制了ASML对中国出口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,包括NXT-2000i级以上既模式DUV设备。 ASML当时透露,其已经获得了许可,允许其在2024年1月1日之前能够继续向中国出口。 但是,ASML在2023年底发布的声明显示,荷兰政府在当地时间2024年1月1日之前已经部分吊销了2023年发货NXT-2050i和NXT-2100i吐光系统的许可证,影响到了少数中国客户。 随着2024年1月1日之前的许可证的到期,ASML已经无法继续向中国出口相关受限设备了,并且后续也无法获得新的许可。 今年1月下旬,ASML再度对外透露,个别中国先进晶片制造晶圆厂将无法获得发运NXT-1970i和NXT-1980i禁模式DUV设备的许可证。 ASML的2023年四季度财报也显示,即便是受到了出口管制的影响,中国依然是ASML最大的营售来源,占比高达39%,虽然相比三季度下滑了7个百分点。 总体来看,为了应对ASML的撤离计划,荷兰政府已成立了一个名为贝多芬计划的特别工作组,由首相马克里特亲自领导,以探索阻止ASML离开的方法。 当然,ASML真要撤出荷兰也并非一事,毕竟ASML在荷兰已经发展多年,并不是说搬走就能搬走的,即便的荷兰的移民政策变化。 ASML也依然可以通过增加在海外的投资来激情弥补。 当然,若ASML真的有计划将总部搬出荷兰,法国据说是其首个选择的去处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